坐輪椅成了出門的逮捕工具 只是去了趟健身房 生活變得無法自理 六十八歲的曾媽媽 就是在健身房淋浴間摔倒 位於北市萬華的場館 尖峰時段淋浴間地面 常常整片濕滑 而且每個隔間之內 的確沒有安全扶手 也沒有止滑墊 曾媽媽去年八月使用時不慎摔倒 導致腰椎 粉碎性骨折 本身經營理髮店的曾媽媽 現在工作無法救戰 還得整天綁著護腰 但家屬指控健身房 平時只有擺出這個小心地滑的警示牌 安全性根本不足之外 甚至事發後不理不睬 想謝則 對此健身房回應 淋浴間地專有通過經濟部標檢局 防滑試驗 更強調曾媽媽當時是自己昏倒 而不是因為濕滑跌倒 也沒有所謂的不聞不問 至於對方求償的六百八十多萬 跟四千多元的醫療單據差太大 未能達成 而解共識 淋浴的服務 如果是健身中心提供給會員的內容之一 就也要符合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健身房設施標準 同時攸關法令層面問題 得全面嚴格盤點 防止同樣事件不斷上演 歡迎新聞 彭管理專有科台北報導